《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众马创作的剧作 故事讲述19世纪拿破仑百日王朝时期 法老号大父爱德蒙·唐泰斯遭到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 被打入黑牢 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 成为巨父化名基督山伯爵 报答了恩人 惩罚了仇人 在19世纪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百日王朝时期 有一艘漂亮的货船叫法老号 经过9个月的行驶 完成了运输任务 胜利返航 法老号船主和船上海员的亲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前往迎接 大父爱德蒙·唐泰斯是一个20多岁的精明能干 善良正直的水手 在船上的船长亥并离世后 他成为了代理船长 他向船主报告了船长 生前曾前前往一个小岛叫鄂尔巴岛 并带回一封信让他转交 另外船上的水手卡德鲁斯因为偷到储藏的货物 被关起来后 刚刚释放 爱德蒙有一个美丽善良的未婚妻叫美赛戴斯 也来迎接他们幸福的拥抱和相聚 而美赛戴斯的另一位追求者中尉福尔南在旁看到 心生度意 爱德蒙回到家 告诉父亲自己当船长后 会有100个金币的收入 他会买个大房子 和美赛戴斯结婚 船上的会计员丹格拉尔妒忌爱德蒙当了船长 他和卡德路斯 及爱慕爱德蒙女友的福尔南三人 坐在酒吧里 商量如何去掉他们的心头之恨 爱德蒙唐泰斯 格拉尔想起唐泰斯 有一封船长的信要转交 而船长去了厄尔巴岛 那是拿破仑被流放的地方 他让福尔南写了一封信 给检察官维尔福诬陷唐泰斯 和拿破仑的波拿巴党有联系 第二天唐泰斯和美赛戴斯去了教堂 彩排结婚的典礼 从教堂出来后 唐泰斯被几个士兵代仆 负负审理此案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 审讯了唐泰斯 并让他交出信来 当他得知这份信是给父亲诺梯埃的 父亲诺梯埃是巴黎拿破仑党俱乐部的主席 主持策划了推翻波旁王朝的密谋 但是他和父亲是站在相反的立场 他投靠了路易十八 才有现在的地位 他决定此事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 便对唐泰斯谎称他马上可以被释放 只是要到市政厅去办一下手续 但是他实际下令要把唐泰斯关进孤岛上的死牢 爱德蒙被士兵打婚送到一个孤岛 那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大牢 任何被关进来的人很难有机会活着出来 爱德蒙被关进来后要看守帮他找维尔夫 是他让自己去市政厅的 但是没人听他的 他绝望的在监牢里咆哮 一晃十年过去了 唐泰斯从外貌上看已经变成一个老人了 他衣衫破烂 胡子拉擦 头发又脏又长 眼神呆滞 一天他坐在御牢的地上 突然 一阵挖土的声音使他迷茫 他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是从哪儿传来的 好像就在附近 等声音再次响起 他确认了这声音就是从房间的一堵墙外转来的 他急忙问你也是囚犯吗 对方回答是的 对方让他从屋里把石头挪开 他照办了 等石头拿开后 一个同样衣衫破烂的老人钻了进来 两人见面后 高兴的大笑 爱德蒙终于看到一个和他一样是囚犯的人 激动的和他拥抱 对方向他介绍自己是神父法利亚 五年前被抓了进来 他制定了五年的越狱计划 花了两年制作相应的工具 三年的时间挖地道 但是计算的方向有些偏差 偏了40度 他把爱德蒙房间的方向当作朝海的方向 爱德蒙的房间有一处墙是靠海的 他觉得法利亚挖的前半部分是对的 只要在偏向10度 向前挖100米就可以 法利亚计算他们需再花四年的时间完成 他们边挖地道 法利亚边教唐泰斯各种知识 从爱德蒙的遭遇中 他觉得爱德蒙是受人诬陷 其中得力的人是格拉尔 福尔南 所以他们是极有可能害他的的人 四年快到了 法利亚身体越来越差 临终之际 他告诉爱德蒙 在一个叫基督山的荒岛上 埋藏着350年的无与伦比的财富 并把财宝的地图给了他 老神府病死后 狱卒把他装进麻袋里 唐泰斯将他的尸体搬入自己的牢里 把麻袋拆开搬出神府 自己躲进老神府的裹尸袋 被狱卒当成尸体 扔出了监狱外的海里 爱德蒙在海底下 用藏着的刀子割开了麻袋 逃了出来 他在海里游了很久 精疲力尽 躺在一个树根上昏了过去 最后被一手走私船的两个水手救了起来 他们没有过多的询问爱德蒙的过去 在爱德蒙变得强壮后 他只身来到了基督山 两个水手架着船在外等候 他按照神父给的地图找到了宝藏 从此开始了复仇生涯 唐泰斯在基督山岛上发现了宝藏后 开始了复仇的生涯 他证实了唐格拉斯 弗尔南和维尔弗陷害自己的事实 并得知未婚妻美赛代斯 已经嫁给弗尔南 而弗尔南在一次希腊的战役 终立了功 成为将军 并获得莫瑟夫伯爵的头衔 成为贵族会的一员 维尔弗则是巴黎法院检察官 唐格拉斯成了银行家 于是 他花了九年的时间做复仇的准备 当他出现在巴黎时 他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意大利富豪 叫基督山伯爵 他来到银行家唐格拉斯的银行里 开了五百万法郎的账户 现金支付 唐格拉斯见他出手阔绰 为人慷慨大方 表示自己愿意竭尽全力为他效劳 唐泰斯说自己搬到乡穴历届的公寓不久 那里的治安不太好 希望有警察做保护 唐格拉斯则向他介绍了检察官维尔弗 维尔弗对基督山伯爵的大名也是有所耳闻 见了唐泰斯后 答应派警察防守 他的女儿瓦朗蒂娜闯入 要父亲看一下爷爷 唐泰斯也被他女儿邀请 他欣然前往 在一个房间里 他看到维尔弗的父亲诺蒂埃已经瘫痪 躺在床上 毫无生气 二十多年前 自己就是为了转交船长的信给他 而进了监牢 维尔弗女儿瓦朗蒂娜的朋友来访 他就是福尔南和美赛代斯的儿子阿尔贝 瓦朗蒂娜向唐泰斯介绍了阿尔贝 阿尔贝得知是赫赫有名的基督山伯爵 对他肃然起敬 邀请他去自己家 把父母亲介绍给他认识 福尔南并未认出唐泰斯来 他热情地欢迎基督山伯爵来家里做客 母亲美赛代斯下楼来 看见基督山伯爵 觉得似曾相识 但又说不出口 唐泰斯看到他后很激动 但竭力压制自己起伏的心情 仇人已一一见面 唐泰斯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他来到唐格拉斯的办公室 委托他买一家媒体报纸 又拿出100万法郎让他给自己买西班牙债券 唐泰斯走后 唐格拉斯命令手下也给自己买100万西班牙债券 又给自己的重要客户去信 建议他们去买 只要基督山伯爵买进的股票 他都要买 每次他都能赚一大笔 不久 唐泰斯骑快马来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边境 他来到信号塔下 给了信号员3000法郎 让他向法国传出西班牙发生内战的消息 消息传出后 西班牙的股票一落千丈 唐格拉斯和他的客户们赶紧抛掉这些股票 唐泰斯找到维尔弗的私生子 因犯罪而多次进监狱的贝内代托 给他买了豪宅和伯爵的头衔 让他参加维尔弗家的舞会 并追求他的女儿 又找到昔日偷盗货物的水手卡德路斯 卡德路斯因为再次偷盗而被抓入监牢 认识了贝内代托 与他结下深院 发誓和他成为死敌 他从唐泰斯家出来 在楼梯上碰到了贝内代托 两人展开生死搏斗 最后贝内代托赐死了卡德路斯 这一切都被站在楼上的唐泰斯看到 他下令叫警察来抓贝内代托 贝内代托被关进监狱 唐泰斯假扮神父出现在他牢房里 他给贝内代托一张纸 让他在法庭上按照上面的意思说 就能被无罪释放 在法庭上 维尔弗作为检察官 陈述了贝内代托是个惯犯 犯下了种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偷盗 抢劫 谋杀等 建议法庭判处死刑 而贝内代托则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 不过最后 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是维尔弗的儿子 并拿出相关的文件证实 法庭里一片喧哗 维尔弗气地把文件推翻 要上前打贝内代托 但是面对他的私生子 他却无奈地瘫在他的面前 此后他身败名裂 被关进监狱 不久 西班牙的储君要登基 举国上下一片平和 西班牙股票立即上涨 唐格拉斯的客户们纷纷来到他的办公室 要求他赔偿损失 而他根本拿不出钱来 客户们要起诉他 等他们离去后 他拿出手枪 自杀身亡 唐泰斯的报纸 刊登了福尔南 在希腊出卖和杀害了阿比总督的事实 他的儿子阿尔贝拿着报纸 来到唐泰斯的家里说 这是对他父亲的重伤 要与他到树林里决斗 唐泰斯答应了他的挑战 唐泰斯提前来到决斗现场 练习打发 美赛代斯赶来 要求他不要伤害他的儿子 他们彼此都认出对方 唐泰斯把福尔南当年陷害他 写的信给美赛代斯看 就是他让自己坐了14年的牢 父亲被活活饿死 他犯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 美赛代斯请求唐泰斯放过自己的儿子 唐泰斯答应了 阿尔贝赶来决斗 唐泰斯故意朝树林开枪 而轮到阿尔贝时 他朝天空开了一枪 这样他们彼此放过了对方 阿尔贝告诉唐泰斯 母亲已把真相告诉了他 他要离开这里去非洲了 关于福尔南在希腊战争事件的质疑 引起了国会的质询 听证会上 基督山伯爵收养的 阿里总督的女儿海蒂出席作证 他讲述了福尔南在获得父亲的信任后 便出卖并杀害了他 把自己和母亲卖到市场当奴隶获取四万法郎 他拿出一系列文件 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事实 福尔南则气急败坏 说海蒂是冒名顶替的骗子 此时 唐泰斯出现 他向福尔南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福尔南要求与他基建决斗 唐泰斯接受了 他们在听证会的房间里展开了生死搏斗 最后 唐泰斯胜出 失魂落魄走投无路的福尔南从此身败名列 唐泰斯来到福尔南的家里 发现伯爵夫人美赛代斯已离开 坐船去马赛 去非洲探望儿子 他立即追赶而去 再见到美赛代斯后 他向他表达了自己 还是向往年轻 时代憧憬的生活 但是美赛代斯坦诚一回不到过去 自己就是想和儿子在一起 唐泰斯若有所思 目送他远去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